萌! 贾静文接B.O.妞哭闹禁忌! 抱步不爱电妈妈幼稚! 贾静文以学子身份回归妈妈是超人3 带了步步和初登场的B.妞! 节目进行到超人妈妈联盟入学考试,贾静文答对制作单位准备的所有题目。 不仅猜对女儿嘴型说妈妈幼稚,还只靠眼睛秒认出三个女儿。 节目开始前贾静文自信有99分,结果是100分,对三个女儿料如指掌。 这次录影贾静文一打二,但逐步不跟B.O.妞一起上节目,姊妹俩人气爆棚。 节目上用影片让贾静文猜答案,于18分49秒处开始,譬如一段B.O.妞哭闹的画面。 。 贾静文立刻猜出女儿为何而哭,答案是不爱给人碰脸。 看到影片中B.O.妞躲手怕摸脸而躲到往后倒撞到头,贾静文心疼直呼小可怜。 。 题目还问到一题影片。 是布布坐在车上嘴里念念有词,要贾静文猜布布在说什么。 贾静文一样答对是妈妈幼稚,也懊恼着吓死大家都知道她很幼稚了。 最厉害的是,制作单位准备了三个女儿直露出眼睛的照片,要她猜各自是谁。 贾静文好不迟一秒认出三个女儿,让所有来宾感到佩服。 贾静文笑说,布布眼神贼贼的,梧桐妹的眼神是很多爱的。 Bio妞就是向修杰凯,通通猜对更得意的说可以再问我啊。 自满满满。 贾静文笑 媽也有一个人移。 在一步,向修杰凯,提拾了一步,向修杰的,从零运厅历里面有一步